大家好,上一课我们已经了解了RSS聚合和解析技术 这一课我们已经来了解CV2解键及简单使用 好,下面我们开始 CV2是利用UR2语法在命令行方式下工作的文件传输工具 它支持很多嫌疑 例如FTP HTTP 以及HTTPs 等等 它同样也支持这个HTTPost HTTPoot 断点续传 代理服务器 上载文件 断点续传等 而我们的PHP中也有一组拥有CV2操作的函数 这些函数是由我们的这个CV2消耗线开头的 首先我们要确定我们的这个 PHP是不是装了这个CV2的这个扩展 我们确定一个服务器有没有装类似的扩展 我们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命令行方法的话 就是PHP-M group一下 对吧 然后CV2看我们是不是装了 如果外部方式的话 我们直接PHP info 把它打出来之后 我们查看有没有CV2的这个选项 对吧 看我这里执行一下 可以看到我这里是支持的 就说明我已经安装这个扩展了 这个扩展具体怎么装 我们可以看一下 网上的一些资料 好吧 在这里我就不在意说明这个扩展怎么装了 来我们具体来看一些几个Demo 我们看电话 好 这个事例呢 就是我要去抓取这个麦子学院的这个首页 就是我运行这个代码 我可以把麦子学院的这个首页的这个内容 HTML页面打出来 来 我们尝试试一下啊 我运行它 然后一会儿呢 他就能把对的内容抓出来 你看 这个就是麦子学院的首页的这个HTML页面 圆码 都被我抓下来了 对吧 好 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几个函数 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CurInit 它是用来图示化我们的Cur 然后第二个函数是CurSetOpt 这个函数呢 它可以设置我们Cur的选项 包括我们要抓取的URL HeadTone 是不是 还有这个设置 这个参数是要求结果保存在字幕串中 还是输出在屏幕上 然后但是这个CurExec 它是执行我们的这个Cur 并且获取URL的这个文档内容 然后我们的CurClose函数呢 就是关闭我们的这个CurL具品 你看 就这么几个简单的函数 我们就把这个麦子学院的首页给抓下来了 对吧 我们再看第二个事例 第二个是一样的 首先我们也是通过我们的CurInit的函数 初始化我们的这个Cur对吧 然后第二个 我们定义了一堆的要 抓取的网页 HeadTone这样的一堆的Cur的这些参数 在这里我们有几个 在第一个事上我们正在几个内容 第一个是我们的这个UseEnt的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流量器对吧 然后我们列结的这个超时时间是120秒 然后超时时间是5秒 对吧 然后我们通过我们的CurSetOptArray 你看 我们是通过设置一个数字的方式 把我们这个Cur的这些参数都给设置进去了 对吧 然后紧接着就是执行这个Cur 然后再关闭这个Cur的巨饼 就先完毕之后 那么这里我们也把这个Data打出来 来我们运行 它肯定你看 它也是把这个打印出来的 对不对 它也同样也获取到了我们的这个Math学学首页的这个内容 好吧 这个CurL在我们的项目中非常实用 经常我们用来它干什么呢 第一个 获取接口数据 对吧 你看到的一个首页 有可能它的数据来自于A B C三个底层的服务平台 虽然你看到的是一个简单的页面 但是它在服务器端里面做了这个操作 还有 第二个 用来抓取资料 对吧 你像前段时间比较流行的这个比价 比比价的话 那肯定是要把各个卖这个商品的这些平台的数据抓取下来 然后存储到我们的这个比价平台 然后展示给用户看 对吧 这是抓资料 或者这里面就包括一些数据 其图片 都要抓的 对吧 然后第三个 因为它可以支持我们的这个POSE的方法 或者是POOT的方法 对吧 那我们就可以用数据上传呀 你看很多 很多Web站点 它为什么一更新数据 百度那边就知道 因为百度提供了一个接口 就我们只要把更新数据的这个 更新 这些资料对应的URL以及资料的Title 主动传给百度 那么这个时候 它就能知道我们的这个 是不是已经更新了 对吧 包括我们有时候 我们也有多个这个 系统 我们现在很多系统之间 都是采用异部的方式 对吧 那可能我在这里新增了 可能我这里下单了 对吧 那下单了之后 我会立马把这个 入到一个队列里面去 对吧 可能这个队列并不是一个单独的 这个 不在我们的这个一个请求里面 本来我下单之后 我就可能就这里就去支付嘛 对吧 那 支付完之后呢 可能我们在这里的时候 它就会往下走 它就会主动 push到我们的一个队列服务上面去 那至于我们这个服务干什么呢 那有可能 它要 它是不是要到仓库里面去 推一些东西 对吧 它可能是有些竞销存的系统 要触发这个过程 还有就是它要 其他的审批工程 都是通过我们这个 异步的方式 就是通过我们的 有可能通过我们的CURL 把这些数据上传过去 对吧 所以CURL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功能 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学习它 好 这一刻我们就到这里了